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云林县长李靖勇为稳定大蒜价格,寄出沾案补助措施,蒜农购买烘干机将补助三成费用,并简化相关验收行政流程,大蒜烘干费每公斤补助二元,相当于七成费用。 农业处处成林慧如表示,以目前国内大蒜种植面积推估,今年大蒜产量上符合国内基本需求量,农民不必急于出售失算,微微缓和蒜农的担心与不安。 县府已专案启动大蒜烘干机补助作业,农民购买烘干机一银H农机具补助办法,补助购买价格的30%以10×10米规格,市价约10万5000元估算,补助款额31500元。 林慧如指出,大蒜委托烘干费部分,即日起直接补助农民每公斤二元,以目前为烘费用行情每公斤约3元来看,补助近七成可大大减轻蒜农负担。 请农民持合法烘干业者的单据,向农会及合作社场申办,期望鼓励蒜农将失算干燥后在四季分批出售,收解生产期间市场供货压力也能卖得好价格,好保障收益。 李静勇强调,为求作业效率及便利农民补助申请及相关验收作业要确减化,除补助外,县福也同步与农委会农粮属积极合作,推动大蒜外销及加工来输解国内大蒜供给面低压力,避免算价的可能下跌。